Hello 大家好 平時我們裝修期間搬到物件的時候 有機會會整回牆身和地板 或者在一些公家的地方 今次我就會跟大家講解一下 有什麼保護措施可以做到 林Sir 究竟保護是怎樣做的 保護和你之前拍片的時候所說 就分為環境的保護和物件的保護 環境首先最著眼的就是地下 因為地下是最需要保護的 因為很多時候師傅走來走去 就不要在工程中砌回地下 如果是磚地 我們通常用中空板來保護 中空板的成本便便宜些 因為磚本身的底部夠硬 所以用中空板便可以了 至於木地板 因為木地板比較軟 所以不論是無紅地板還是實木地板 都需要用一些比較硬的纖維板 去做保護的 師傅很多時候清朝為快白板 它的成本雖然比較重 但又需要的 因為不怕木地板面那麼容易刮花 好像我們現場所見 因為它底部是用無紅地板做的 所以就要鋪一些纖維板去做保護了 林Sir 除了廳房要做保護之外 還有沒有其他地方要做保護的 你問得很聰明 除了廳房之外 還有一些公眾地方需要做保護的 好像升級大堂 走廊位 門口位 地下就一定要做保護了 部分長身都需要做到 及腰位置高度的保護才足夠的 說了那麼多保護措施 下次你們裝修的時候 記得要注意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 Easy House位於科學園 我們成功配奪了超過2000個裝修案例 歡迎準備裝修的你 透過上網或電話 向我們提供基本的裝修資料 Easy House專員會因應 校會的預算和裝修風格 提供三間合適的設計公司 和裝修公司上門多赤 我們會為校會提供報價分析 和見證簽署裝修合約 在工程期間 Easy House專員也會定期上門示篮 裝修進度 令校和更加了解單位中的狀況 所以快點聯絡我們Easy House 拜拜